动漫彩绘中的破例式大人和现实中的警察一样帅气 再加上可爱的大警犬 是否让您眼睛一亮也想停下来拍照打卡呢 为了协助警察局第三分局宣导反毒防诈骗 身兼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媒合安乐区子云宫 请专业壁画是在第三分局建物侧边和大门口旁边的墙壁 画出动漫式的彩绘 希望更加吸引民众的目光 让警方反毒防诈的治安目标更加深入人心 减少犯罪发生 这个警犬的设计的话是希望说可以跟 就是警察的形象与民众更贴近这样子 然后就是欢迎大家有经过这一面壁画的时候 来跟警犬Give me five 跟三分局这边讨论做了很多的一个 就是开了很多的会议 说警犬是一个专业的形象 也希望说这一面墙能够融入这个民众 跟民众更贴切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说真的 三分局真的是可以说是全国最有温度的一个分局 那也希望说民众如果发现到经过这里的话 可以来拍拍照打打卡 帮我们po上网 那也提醒民众毒品这个接触是不好的 还有另外一面也陆陆续续会完成 就是反诈期 现在很多老人都被骗 那我们怎么样去提醒民众 不要受被骗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异象的一个提醒 不断的每天的植入民众的脑袋瓜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杨秀玉也欢迎民众经过三分局时 来跟可爱的动漫大警犬来跟Give me five合照 一起为治安努力 目前先完成三分局建物侧边墙壁的彩绘 接下来将陆续彩绘三分局大门口旁边的墙壁 将展现更多和警方相关的动漫场景 杨秀玉相信两边同时完成后的彩绘 将让警三分局的反读防诈宣导更给力 这些画作是由我们安乐区子云公他们认养的 那谢谢他们他们也很乐意 那我跟他们讨论很久 把这个整个我这个想法 还有分局这边他们做共同的讨论 那很谢谢他取之社会回馈的地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